普京在北歐波羅的海瓜格蘭島和一班大學生交流的時候 批評美國向有意為斯諾登提供庇護的國家施壓 才是斯諾登遲遲無法離開莫斯科的原因 他說不清楚斯諾登目前的情況 但是認為他最終的目的地並非俄羅斯 俄羅斯移民部門就說未收到斯諾登的庇護申請 另外瑞典一個大學教授就提名斯諾登 國族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讚揚斯諾登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和代價 令到世界變得更安全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胡幸文報導